欸我覺得這個染抽很漂亮喔 有啊這個好重喔 這重欸 那我們即將要送出這一雙9號半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欣 大家知道嗎 相信各位有追蹤我IG的朋友呢 都有看到前陣子我發一個線動是問大家說 如果今天我染鞋的話 你覺得用什麼染劑染會比較好看 理論術非常踴躍 像是很多人就會建議我說 欸阿欣你用尿去染啊 你用大便去染啊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些屎尿很多的朋友 你們的建議我都會放在心裡 但是我不會用 那這麼多屎尿很多朋友的建議呢 當然也會有一些比較正常的啦 像很多分辣器水 醬油 染料之類的 我們破哏 好像有點破哏 那從這些留言裡面呢 我們精挑細選了5樣染劑 也可以說是食材啦 為了這個節目呢 特地去買很多東西 那首先呢 當然就是要介紹今天要染的球鞋拿起霜啦 Yasemase NB550 沒有錯這雙鞋呢 它是灰白配色的 最近這個叫做 Amelamondor 我變超糗的 還是唸不出來 Amelamondor 反正一個 What 他們有跟NB有做出聯名 然後他們的聯名都是這種比較喜舊的 入手比較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 欸那我今天如果製作的話 拿這雙鞋來染 應該會是挺不錯的 因為就是有點那種感覺 但是它是一雙普通的NB550 第二雙 Yasemase Nike Done COOGRADE 這雙鞋是我以前就入手的鞋子 它的配色呢 也是灰白色 因為我覺得灰白的鞋子會比較好染啊 比較好渡色這樣子 那第三雙鞋呢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節目誠意滿滿喔 特地怎麼樣 去幫大家買一雙全白 Air Force 1 進 團購來了嗎 團購的話這個就比較 就是Air Force 1本人 備註掛號 飛團購款 那這雙鞋的尺寸我們選918 這黃金尺寸嘛 就是很多都可以穿 那這雙鞋呢 最後染完的成品呢 要來回饋給大家 好險我沒有用尿或食染 如果染完都寄給它 我會被告跑 絕對是會上新聞的好不好 沒有錯 那今天要染的鞋款呢 就是這三雙鞋 接下來的步驟也是非常重要 是上染劑 第一個染劑呢 醬油 日本的好不好 我們食材都非常頂級的 不隨便去一般的那種賣場買 ok 接下來 抹茶 抹茶我根本是個抹茶控 只要綠色的東西 我都非常非常喜歡這樣 那今天用這個抹茶來入味呢 相信應該會是 染出不錯的效果出來 但是我們還沒有決定說什麼 也寫後寫要用什麼來染 就是邊拍邊想這樣子 接下來必須要的 咖啡粉 接下來 這個東西呢 特別啦 比較少見 紫蘇粉 想說讓顏色豐富一點 我們就選了一個 紫蘇粉 好 芥末粉 啊 這是黃芥末嗎 這是咖哩喔 哈哈 啊 這個都是日本進口的 我們東西沒有在隨便的 都是精挑細選 可見你就知道 我們這個單元 從大概半年前就開始準備了 對一直等日本的東西寄過來 很麻煩 機運什麼的 呵呵 接下來這個步驟呢 就是要來製作染劑 製作染劑你需要什麼樣的工具呢 橡膠手套 染缸 好了 接下來就要進行染劑的製作過程了 我們 上到 去 來 來 來 喂 來 什麼 是 你都老舊電眼 該畫的嗎 我 怎麼會有 畫畫音呢 欸 哪在這裡 MMSI最新秘電 極致鮮寶 Steel 15M 15.6吋電競 使用全新第十二代Intel i7處理器 搭配G4 RTX 3060顯卡 搭載15.6吋 Full HD 高Buds 144克 更新率的 IPS 等級螢幕 讓你除了存在傳搭的潮流尖端以外 使用的電腦設備 以臂力所在潮流尖端 太神啊 除此之外 MMSI 還有獨家的 MMSI APP Player 軟體 讓你能使用電腦的大小 享受手遊的樂趣快感 事不宜遲 趕快換掉你的舊電腦吧 那再來鞋子之前的一個非常重要步驟 就是將鞋子身上本身的一個膜給去 那需要用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去光水 把它再抹去掉 這樣的話呢 那個顏色比較吃得進去 做出來的成品呢 才會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不是好吃 就是非常漂亮 顏色非常鮮豔這樣子 準備這個濕紙巾 我們濕紙巾都是用HumanMade 就知道我們這個 節目企劃是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心 稍微去一下就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也不是專業的 我們染出來就是給自己穿 然後可能跟朋友分享吧 好啦 我們去光水分擦完啦 有點累 下集見 哈 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們就上染季 想要先看哪一個東西嗎 我們先從醬油好不好 來來來來 倒食材 你娘娘娘看 對 我猜我猜 我是看你們有沒有注意而已 我會看醬油的 哈 哈 這個渲染的過程相當的療癒 我平常煮菜就是這個好賣的 對對對 汪斯的手套我沒有準備手套 謝謝小幫手提供筷子 刷子 不是我這樣 我倒這一層是好 我是誰我在拿 我怎麼會變這個樣子 然後拿刷子這樣 第二個紫蘇粉 啊死啦 這應該是茶葉吧 茶葉東西它不會變色吧 我從上面看下來是紫色的 有吧 有啦 有變色有變色有變色 我就要兩包 有齁有齁 我們挑一個綠色的抹茶粉 很香耶 有喜歡抹茶的朋友嗎 我蠻喜歡抹茶的 要碰到抹茶的東西 我通常是不太會拒絕啦 它是草啊 對啊 你們總是在買草 搞什麼東西 藥草會很重 奶秋啊 不會啦 我覺得還是有差啦 兩包 倒黃色的 倒的出來是咖哩塊 咖哩粉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藍抽很漂亮 沒有啊 這個好重 很重耶 一罐就夠 一罐就夠 這太多不行 喜歡那邊因為 我最想要的咖啡粉 因為這個是網路上大家 最常使用的一個食材來染血 對那這個我已經被我預定了 這個顏色我要拿來染我的NB-550 欸是咖啡豆耶 沒有可以 有嗎 有有有有 網路上有些人用大鍋子加熱 有點像煮的概念 燜煮子 我覺得不太需要 可能就稍微就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下鞋了 下鍋囉 好接下來我們下的第一鍋呢 就是 美式NB-550 秋囉 沒事 我們壓一下應該就進去 布料部分它已經染色了 它已經染成咖啡色了 感覺有點像是那種兇傻 在河裡的鞋子呢 沒有等一下我們再加個水 它現在會暫時稍微浮起來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國外我看到有人用磚頭 放在裡面然後讓它沉浸這樣 我們等一下再加水讓它覆蓋出鞋面 好接下來我們換第二雙鞋 來自於COOL GRAY 我們要放哪個顏色呢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決定 紫蘇啦 看會不會變Fragment 好我們現在要Chill一下 好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嘛 這雙鞋染出來的成品呢 最後會回饋給各位朋友 那有鑑於此呢 咖哩的部分就不要放好了 不然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送上一股咖哩味 醬油的部分呢 也是有些食材味道都不要 想一想去滷茶就只有抹茶最適合這樣子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這兩桿就是浪費了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之後我們會加飯 煮熟悉燒吃掉 好然後這個就是會 我們把它就是吃個咖哩飯 直接把它吃掉這樣子 這雙呢就是送給大家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綠色的 感覺如果染出來是像 off high那種綠的話 應該會蠻特別蠻好看的 好不好 好 代工告成 我們之後會再找一個東西把它壓住 讓它完全浸泡在這個染劑裡面 等待大概2到3天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取出烘乾 再看一下成品怎麼樣 那我們就幾天後見啦 今天是6月16號的下午 距離我們染鞋到現在已經過了 整整兩個多禮拜 那今天呢 看到實體之後 必須要跟大家坦承一件事就是 我們放大 我們搞炸 我覺得我們很多地方都沒有做到非常確實 所以才會導致這種結構產生 其實有些鞋子還蠻不錯的 意外讓我們覺得蠻好看的 我們就一雙一雙拿起來看好了 從最失敗的開始 最失敗的就是這雙 DUN HIGH COOGRADE 這個是用抹茶粉嗎 對不對那時候 紫蘇粉喔 我怎麼染出來是綠色的 染得沒有那麼均勻啊 因為我們 在染缸裡面沒有用東西把它壓住 所以就會有些部分染到一些沒有染到 其實才不能讀啊 身為一個愛鞋人是看到這個情況的 其實會有一點 怪怪的這樣子 但就沒辦法就是 拍片的成本我就會OKOK這樣 戰損感 你說從烏克蘭回來 對 我是覺得很像從熱熱腸搬出來的感覺 沒關係 我們越來越好 下一雙 我覺得第二好的是這雙MB550 不講大家以為是 MENIANG DOOR的聯名款 那其實不是 是我們用咖啡粉泡出來的一雙MB550 那這雙鞋呢 也是存在一個缺點就是 雖然說大家看這面上色非常均勻 可是它存在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還是沒有把它壓到整個泡在水裡面 所以另外一邊 下半部這邊 突然間一個漸層 湊近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 過度的蠻漂亮的 就是那個咖啡色 那麼舊舊的感覺 我覺得挺好的這樣子 那這雙鞋算是我們第二成功的啦 這邊就是有一些斑點啦 這個之後我們再做處理 接下來第三雙 就是整個染鞋過程到我最驚豔的 我們用抹茶粉進行醃漬 Air Force 1 得出來的結果呢 竟然 用咖啡色 哎唷 見鬼啊各位朋友 看到沒有這雙鞋子 綠色的東西染出來見像是咖啡色 我相當合理的懷疑 這麼咖啡粉 沒什麼純 仔細看 會有一點綠綠的感覺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產生什麼化學變化嗎 它的中底竟然變成咖啡色 出乎我意料 蠻好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某種水面上這可能有帶一點氧化的顏色 其實我們泡了兩天之後 我們拿出來量乾 量了一個多禮拜嘛對不對 我泡了三天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 開始下兩個禮拜的 對 那相對它就很難乾嘛 對對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地方沒有做到確實就是 表面的抹去掉這部分 我們做的是稍微清菜一點 沒有擦得很乾淨 所以沒有那麼的均勻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種 手工的美感 全世界獨一如二 只有這雙鞋而已 這幾雙染下來就是可能 上色比較不均勻而已 其實基本上可以穿出門 一定可以穿出門 那我們就是旅行我們的承諾 即將把這一雙用抹茶粉所醃製的 Air Force One 送給大家 那各位收到鞋子的時候呢 不會像這個樣子 好我們會經過一些微調 再染個幾次 或者是讓它整個色塊更加的完整一點 再送給大家 是 這雙的鞋帶我們是用咖哩 打開鞋盒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氣味在 那我們即將要送出這一雙 9號半的抹茶 口味的Air Force One給大家 要怎麼得到呢 非常簡單就是 看我們的資訊欄 你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你再抽獎 對我們完全不勉強 等於說是 把我們的實驗一部分 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好 米炮 千萬不要有那種 收到之後 然後上傳說 阿新給我一雙爛鞋 很臭 我這樣會很難過 我的心意竟然被這樣子的 給糟蹋了 我非常喜歡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染鞋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各位在家裡要進行 醃漬或者是染鞋的話 就幾個步驟一定要做到 就是去光水的部分 一定要確實的把鞋款上面的 一些油膜給去乾淨 然後再進行醃漬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你最好找一個重物 比如說磚塊 或者是你叫黃金 你就塞到鞋子裡面 整雙鞋子都要泡到水裡 確保它不會浮起來 這兩個配包 大家一定要記得好嗎 以上就是這一次 染鞋的一個內容啦 那也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呢 參考底下資訊欄 參加抽獎就有機會 獲得這雙抹茶口味的 Air Force One啦 好那各位朋友 如果想要看我挑戰 各種的DIY 比如說染衣服啊 染鞋啊 或者染頭髮比較好了 最怕出事啊 老樣子 每個禮拜四 晚上八點 我們都會進行影片的更新 那就是下週次見啦 拜拜